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被抨击为阉割香港民主 七国集团和欧盟就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中方破坏香港选举制度的民主要素 凸显中国已经铁了心 消除香港社会的反对派声音 七国集团外交部长和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一致认为 选举改制和对泛民派的大缩补 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也钳制政治多元性 与建本法规定的普选目标背道而驰 选举改制也削弱中英联合声明保障的言论自由 他们认为促进不同声音的讨论和对话 才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出路 因此呼吁中共尊重香港基本权力的自由 停止无理打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